又看到是大陸的偷渡客 企圖要闖入海岸 一名就是大陸籍31岁的王姓男子自称 他从大陆的浙江省宁波市 他搭乘小艇滑向台湾 在今天早上6点30分 好在这个距离岸边呢 大概数百公尺的时候 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打电话报案 那么消防局在获报之后呢 也通知海巡共同来到这边 将它给救起来 那当时在这边好 已经是有一个严重脱水的情形 经过救护人员评估之后 也来送医治疗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从宁波这边滑亚滑这个橡皮艇 是慢速航行 所以雷达无法侦测吗 好我们要请教李将军 我觉得这不太可以相信 国安单位一定要调查清楚 因为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如果从宁波到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超过530公里 而且这时候潮流是由南向北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黑潮 是由巴士海峡向北边流 那每小时的 每一秒钟的流速将近一公尺 那如果说530公尺 你说完全没有动力状况之下 你这个漂流来讲 应该是向北漂 不太可能会往南漂 这第一个可疑的地方 所以我合理的怀疑 说这530公里 你如果说是光用手滑的话 你想想看 那加上洋流速度 你一小时能够滑多远 那530公里 如果说它每一小时能够 了不起能够前进10公里好了 你也要三天三夜的时间 这个两天三夜才可以滑得到 所以我个人来讲 是严重的怀疑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个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是没有人协助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距离 它如果说在茫茫的大海 它能够这么准确的 从宁波漂流到530公里 然后在我们红色海滩登陆 那我们真的是 这视察又表现严重了 第二个我特别要讲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暗基雷达 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 这有两个原因没有发现 第一个就是我们暗基雷达的性能很差 那这问题也很严重 第二个是说 操作这暗基雷达的雷达手来讲的话 训练不足 那前几个月在淡水河口登陆了那个 后来海巡署他们自己有承认 是他们这个操作手误判的雷达的讯号 那你想想那个小型 那艇可能比较大一点 他说误判 为什么会误判呢 是不是因为这个海巡署人员留不住 你一个训练成熟的 再加上有经验的这种 这个雷达操作手 少说要10年才可以玩训 他从新手开始要看那个雷达拨 你看得懂这个是到底是杂拨 还是有船艇还是大船还是小船 大概除了三年的培训之外 还要有很多年的经验 才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雷达操作手 那这次来讲这个橡皮艇 如果说是雷达手 你本身来讲 你这个海巡署自己留不住人 那你管闭你 你不要每天只会在那边 发布这个空军这个救难的经过 在那边做这个当空军代言人 在那边发言 但是整个暗巡的雷达从上次淡水河口 这个雷达操作手就是因为 他经验不够判断不出来 所以被这个小艇登陆了 那这次是不是又犯同样错误 那如果说是暗季雷达 这个性能很差的话 我觉得也不太可思议 那竹筏是不是可以就登陆了 如果说橡皮艇你说我看不到 航数慢的话 那我问你竹筏怎么办 那人家走私怎么办 走私都是用竹筏 那是不是用走私的方式 就可以在这边这个 你所有暗巡跟海巡都发现不了 就可以用这地方来走出 那我觉得更严重一件事情 如果说这个属于 两栖作战的前期的先遣作战 两栖作战不是一开始就是 这登陆艇在那边冲啦 不是一定是有这个先遣作战 什么叫先遣作战呢 就像是我们台湾的海龙蛙兵一样 一开始一定先游海龙蛙兵 或者是陷阱部队到游泳上岸之后 那就用什么上去 就是用橡皮艇用滑的嘛 我想说大家这个没有知识 也可以看电视 你看电视上面我们经常 我们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或者是两栖蛙人 经常扛一个橡皮艇 在沙山上面跑来跑去 它是用就是一开始用这种方式上岸 上岸去干什么 它不是去那里淡水老街去买这个阿吉 它是干嘛 上岸就第一个就先把你这个 海军署部署在海岸监视上的雷达 全部把你干掉 干掉以后它后面大船进来 你雷达看不到 所以这要先遣作战 那如果说是 同样都是这种橡皮顶 那如果说敌人这时候 来探测我们这个虚实 到底有多少能力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要用一个橡皮顶 一个班的人上来 就可以把我们一个晚上 几乎都把我们这个沿海的 所有海巡的暗计雷达的官兵 干掉这个刺杀 谋杀 然后完了以后掩护它后续的 大批的两栖登陆舰 或者是登陆小警冲上岸来 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完全没有防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以小看 尤其是上次这个在淡水跟正式领口 都是属于红色海滩 淡水这个地方它是属于 我们每次汉光演习都知道 每次在那边弄得跟真的一样 在那边挖壕钢 挖沙灿 然后说是这个红色海滩 我想说这个地方是红色海滩 可以说国人已经皆知了 那对岸不知道吗 所以以上我讲这几个疑点 这次来讲一定要彻底查清楚 也要彻底检讨清楚 为什么暗计雷达手它看不到 还是暗计雷达有问题 那它为什么可以从530公里 这么远的地方 然后经过这个抵抗住 这么强烈的黑潮 然后到达我们这个领口地区来登陆 而且连续这个才隔一两个月而已 就马上第二个红色海滩 那你说飘你运气不好 它为什么不飘去宇纳国岛 为什么不飘去冲绳 会飘到我们领口 所以这太多的疑点了 尤其是最后来讲的话 它这上岸它说 因为我在大陆欠了赌债 你想有人会这么老实吗 对不对 我在大陆欠了赌债 我到台湾来军修新的生活 你认为有人会这么老实吗 我是这个很合理的怀疑 说这只是它的一番的说辞 然后目的会不会说是 当然我们以军人来讲的话 一定是料敌从宽嘛 会不会敌人这个时候来探 我们海岸防守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尤其就算它不是好了 我们今天新闻这种发布一出来 是不是都让解放军知道 原来你们台湾的海岸守备 这么的这种空虚无能 暗基雷达看不到这种橡皮顶 都看不到你们自己承认的 那下次来讲如果说这样的话 它大批大批每天晚上 放个十艘橡皮顶 每次要橡皮顶上面带十个人 对每天来讲有一千个人伤害 这才叫真正的第五众队 是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今天早上 清晨出现这么这是一名王姓的大陆籍男子 但大家还记得吗 6月9号当时有一名软姓男子 他当时是闯入了淡水河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 好又有一名这个王姓男子是滑着小橡皮艇 但两件看到这个所谓的偷渡案件 这个模式好像是蛮类似的 所以大家也认为说 在今天在这个这个出海口 就是被大陆主要认为暂时登陆的地点 刚刚将军讲到红色沙滩 也是汉光演习十分演练的地点 所以大家认为说这个动机 好是不是非常可疑 我们请教蔡委员 这要怎么讲呢 哎呀这个是有点麻烦的 上次来的叫做什么 什么停的停长 潜艇 那这一次来的是赌博赌输 对 下一次来的 我们不晓得什么东西 的确啦 这个有人可能想要改变生活 然后所以在这个台海 两边跑来跑去啦 台湾跑去大陆更多啦 不会更少 然后大陆有些人要跑到台湾来 我们就就事论事 就是刚才理想讲得很好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个监护什么任务来探测什么海滩啊 这个登陆地点啊 那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啦 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这算是小事啦 至少就是说没有像上一次 这个小船已经摇啊摇 摇到不是外婆湾 摇到愚人码头 那是有点夸张 对 还有我们要检讨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海巡单位照道理就应该要有无人机定期的在巡航海岸 因为你不可能喔 所有的人都驻扎在海岸啊 密密麻麻嘛嘛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包括港口啊等等 那如果有无人机帮忙巡查 应该有时候会比雷达还要快点发现 因为有时候雷达会有死角啊 那多加一个巡查会好一点啊 不过上一次有报导说 海巡署也曾经采购过无人机 那是因为政府规定啊 只能采购所谓国产的无人机 就那些国产的无人机啊 在我们的这个 西海岸的强峰底下 无法起飞 这个实在 这个笑话可闹大了吧 这个原来我们国产的无人机 无人机没有办法抗我们自己的这个封场 那会不会太奇怪了一点 没关系啊 这两个机会都我觉得好好检讨啦 大家可能来的是敌 可能也是一个难民形式的 我们确定好以后再做决定啦 是不是 什么东西 我能 Drew 咱上 对 咱上